特朗普心软了,让女婿担任非正式中东顾问,伊万卡有望东山再起 根据JNS报道,贾里德·库神娜在中东政策中,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不会担任白宫高级顾问一职,但是却被任命为非正式中东顾问 可见特朗普还是给伊万卡留足了面子 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库神娜的业务主要分布在海湾地区 处理起中东事务也是得心应手 当时的伊万卡夫妇可谓风光无限 以白宫顾问的身份,多次跟随特朗普外访,在全世界都积累了深厚的人脉 一位外交官爆料,虽然特朗普组建的新团队还在磨合期 但是拥有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忠诚 即使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加深了解和增强合作 但是比库神娜夫妇得心应手多了 在国际交往之中,有的也只是永恒的利益 如今特朗普再次当选,库神娜费尽心思讨好老丈人 终于得到了一个边外的职位,也算是沾到了火 事实证明,权力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更加安全和可靠 伊万卡夫妇曾经无情被刺,如今却又跑过来趋以逢迎 两副面孔随意切换,难免会遭到外界的非议 乔拜登担任总统期间,伊万卡直接出庭指正老父亲 迅速做了切割 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伊万卡宣布退出政坛 并且一家人搬到了佛罗里达中 库神娜离开华盛顿后,获得了沙特2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 事业也算顺风顺水 本来以为特朗普永远无法翻身,甚至有可能锒铛入狱 如今局势却发生了改变,打了伊万卡夫妇一个措手不及 根据外媒分析,中东问题将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因此这个时候重用库神娜也是情理之重的事情 只是职位方面比较低调,并非是正式工 而是换成了无编制的临时工 中东团队已经出具规模 特朗普对前阿肯瑟州共和党州长迈克哈克比 以及房地产开发商兼好朋友史蒂夫维特科夫为以重任 库神娜的身份无疑很尴尬 只是非官方的中东顾问,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特朗普虽然有心软的成分 但是毕竟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对伊万卡夫妇只是做做表面功夫 根据外媒报道,库神娜跟中东各国领导人的关系很不错 其中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和摩洛哥 此外还跟沙特国王和王储交往甚密 甚至还在私下里互发信息 不少读者也认为,伊万卡夫妇要向东山再起 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帮助特朗普处理好中东问题 库神娜成立了Affinity Partners公司 负责中东地区的业务往来 也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今特朗普刚刚上台 想要迫切缓解中东的紧张局势 不得不考虑启用库神娜 此外,库神娜在年轻的时候 就结识了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 也从侧面增加了自己的筹码 只能说库神娜的人脉真广 即使曾经被刺过特朗普 现在居然还能得到重要 看来多个朋友不光多条路 关键时刻还能保自己一命